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只要能够掌握它的快速键 你就可以操作得很好 首先第1个就是放大跟缩小 你只要按着Ctrl键加滑鼠的滚轮往前往后 跟我们网页的放大一样 就OK了 那我们来试看看喔 在这边 我按住Ctrl键加滑鼠的滚轮 往前往后 这样就可以 那如果你要平移我们的白板 你只要按住空白键不放 加上拖曳滑鼠的左键 这样就可以 或者是你要单手控制也OK 按住滑鼠中间的滚轮压着 拖曳这样也是可以 接着呢 它可以新增多个页面 那我们来看看这边 在它的右下角这里 你可以不止有一页可以有多个页面 就可以 把很多的资料 分门别类 或者甚至做一个累积性的 来增加我们的内容 也是OK的 那么接下来 你可以看到 因为它是可以共编的 所以只要 具有共同编辑者的权限 登录之后呢 你就可以像下面这张图看到 使用者的游标 上面会有它的名字 那它所点选的物件也会被标示出来 那这个呢对我们在上课也好 或者在讨论的时候 都很方便 因为我们可以随时关注大家 观看的位置是不是有跟上 那也可以很容易找到那些 没有跟上的人 那再来呢你可以在白板里面呢 也可以很快的加入网页啦 影像 影片 甚至是Excel的表格资料 这个跟我们在一般Canva里面使用是一样的 在这个编辑模式里面 我们来试看看 比如说我想要把这个网址 我们来把它贴上 当你贴上之后 你可以看到在这边 它会自动抓到这个页面的 缩图 说明 还有标题 那你在这个上面点按两下 就会进入网页模式 所以呢里面的超连结就变得可以按 好那 一样的 我们今天如果是要做一段影片 我把这个影片网址复制起来 我在这边 Ctrl加V贴上 影片放进来了 你只要 连按两下 就会进入影片的模式 这个时候我们在Canva里面就可以播放这段影片的内容 那如果呢你是Excel的资料 就像我下面这一张图一样 你只要把 这个资料 复制好 就能够贴到Canva里面 在Canva里面 它会变成表格式的类型 那这些文字 都还保留是文字 而且可以编辑 你也可以自行增减栏位啦 或者是 设定它的宽度高度 甚至设定背景颜色啦 格线宽度都可以 那它也支援 全文检索 所以你可以在里面去搜寻替代 甚至我在Canva里面做完的这些资料 我也可以复制起来 再贴回我们的Excel里面 这个呢 在 处理比较 这种表格式的资料 这时候呢 会非常的方便 另外Canva里面呢 也有一种叫 快速便利贴的功能 这个不只在 白板里面可以使用 一般的Canva里面 也可以使用 它可以做到 类似新制图的效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Canva里面 其实你只要来自于 形状的 这些 通通都可以当作是 快速便利贴 那我们以这个为例 现在呢 我把这个 形状加进来了 那么它预设是有启用 快速便利贴的功能 所以它在 上下左右 会增加这样一个加号 当然如果你不要也可以从这把关掉 这样就恢复成一般的形状 那如果你要在启用 就来这边 启用 这样就可以 那如果我想要在下面增加一个 我就按一下 这个时候呢 两个 就会中间产生一个关联线 当然这里面的这些内容 都还可以再做调整 比如说你的连线的样式 或者是粗细 这些都可以做调整 所以它可以接近新制图的一个概念 那再来呢 它有一个很好用的 可以从现有的简报 或者思维导图 也就是新制图的这种 专案的类型 可以把它的页面 转换成 白板 也就是说我现在呢 不只是只能单独用白板 我还可以跟我的简报 放在同一个专案里面 那这个其实是蛮好用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像我在这边的话呢 这个就是一般的简报页面 那这个 是已经转换成白板的 我们看一下你只要在它的缩图上按右键 扩大显示于白板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它在缩图上 左上角会有这样的一个图示 表示它已经转换成白板 那这里你要留意一下 转换成白板之后就没办法转回去了 所以你如果说有需要原本的资料 你可以先复制份保留 也可以再把这些资料把它复制 贴到一般的页面里面去 这样就可以帮你保留住你原始的简报内容 然后呢它也有内建一个倒数计时器 所以我们就很方便 可以像这样子 在讨论的时候就直接加进来 那你要增减一分钟啊 都很方便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找其他的外部的服务 Canva里面 也有内建很多白板的范图 你可以直接拿来 修改一下 就能够直接套用了 此外呢 它也可以把我们现在用白板做好的内容 输出成大尺寸的 PNG 或者可以列印用的PDF 那以PNG来讲 你最高可以输出到1800万像素 我相信这样的 大小应该 对于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你所整理的内容 应该都是够用的 那当然 在Canva里面 不只是白板 一般的专案 它也都支援 全文的搜寻 搜寻和取代 所以你可以按下Ctrl加F 就可以叫出 这个搜寻和取代的功能 在这边 那最近呢 Canva其实也有新增了 像Markdown一样的语法 就是按下键盘上的斜线 你只要按下它 你就会 跳出这个快速选单 那你可以在这里 直接搜寻 关键字 也可以直接指定 输入文字 线条 箭头 这些内容 甚至呢 你可以找到 搜寻跟取代 也有这种 直接插入 表格的部分 所以这个在使用上是相当的方便 最后呢 行动装置上 也一样 都可以正常使用这些功能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今天如果它是用手机 用平板 我所看到的这个白板功能会不一样 它一样可以放大缩小 都可以看得到 OK 以上呢就是 我们先针对Canva的特点做一个介绍 那Canva本身有没有什么限制 有 一般我们 Canva的 简报 或者这些专案 它是可以 在 登录账号的状态下做一个检视 但是白板的部分 不管是检视或编辑 它都需要 注册Canva账号 才可以使用 那第二个就是 虽然白板它有 简报模式 但是呢 原则上是只能在 编辑模式里面 你才可以用到所有完整的功能 因为简报展示的时候 它只会用全萤幕去检视 没有办法做任何操作 然后呢 你使用多个页面编辑的时候 它跟其他Canva档案共编 是一样的 你 今天共编的使用者进来之后 每一个 使用者都可以自由的在各个页面各个物件 去点选去编辑 我们没有办法强迫它 今天主要的编辑者移到哪边 它就自动切换到哪边 再来就是白板呢 你只要进入到这个模式 你会看不到其他的范本 那我们刚好提过 如果说你真的有需要其他的范本 你可以先把它放在 一般的简报页面里面 那我们再把它复制之后贴进来 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你在白板模式之下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使用样式啦 动画啦 甚至录影的这些功能 那最后呢 我们分享一下 Canva的白板可以使用的情境 那白板的话你可以用在比如说线上讨论啦 或者是现场的同学小子之间的讨论 或者你只是单纯的资料收集 其实都很方便 或你要做专案管理啦 新制图发想 都很好 因为呢 它现在简报跟白板可以共同存在 同一个专案里面 那这个呢 让我们在白板的使用的弹性上 更加方便 像我们最近在上远距的职讯课程 或者一些协同教学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请同学呢 用Canva来做他们的专题简报 同学之间彼此的协作 其实效果是蛮不错的 再来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使用Canva来做 线上投票 在它的范本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线上投票的范本 那你就让大家用滑鼠来投票 像我们之前在屏东线的OBS研习 我们是使用WIGI这个 无线白板的方式 让老师们呢 在提问之后就用滑鼠移到他觉得想要选择的项目上 那我们从画面上就可以看到大家回答的情形 这样的效果也很不错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针对Canva白板的部分 它的特性 它的限制以及它的应用情境 跟大家做个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